新梦瑶维密走秀一晚摔倒后 11月21日 谢娜更新微博称 老西这次一摔 我跟大家一样很惋惜也很心疼 她这个人平时很活泼外向 但其实不会表达自己 还称之前在嘉玲姐的秀 新梦瑶没去走 因为当时左脚韧带以及跟腱已经撕裂了 后来因为工作右脚的韧带也受了伤 为了有最好的表演状态 新梦瑶一边去物理治疗 一边还忍着疼痛 谢娜还称新梦瑶对自己的职业 有着无限的热爱与坚持 而在修场上意外发生的时候 自信乐观阳光的表现也是很美的吧 谢娜呼吁大众 称希望大家能给予新梦瑶一些包容与肯定 表白新梦瑶在我心里 老西你是最勇敢坚定的 我会永远支持你 也相信你上好以后能走得更好 更远 爱你 这世界很酷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